擠出來擦一個藥很快就會復原 你如果沒有擠出來擦藥很難 就是這個藥物很難深入 所以我們看到說今天有一些委員出來講說 為什麼我們挺韓國人不行 沒有人說不行 我們說的是為什麼你四月講說 不用初選直接增加侯友宜 侯友宜是最強母親 再短短的幾個月 你又講說為什麼朱立倫要提名侯友宜 你這種反差的態度 才會讓人家覺得說 你是不是刻意在製造生意 所以我覺得說今天金老師講說農包擠出來 我覺得很贊成大鳴大放 講什麼講一講 可是該這個造成爭議 該負責要負責 所以我說今天雖然說主席他講說 他希望全代會錢 大家不要把黨紀講得這麼重 大家還是希望有一個緩夾的空間 團結 因為週六就要全代會 週六週日就要全代會了 希望緩夾 但是我支持主席 如果七二三之後 如果全代會之後 還在做製造紛亂 不管是你背後的企業家 還是你製造紛亂 製造紛亂 黨紀處理 加重黨紀直接處理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 你們這樣黨內很困擾嘛 對很困擾嘛 你不黨紀 然後現在 我剛才有一個支持者傳染 他說今天主席又覺得要給大家一點空間 我覺得主席是好意 希望全代會錢 大家還有一個轉圜 但如果黨這個七二三之後還是在我支持黨紀處理 那個中暗哥我要補充一下 剛剛大家一直這樣講說七一六是這個要大遊行 我們知道有一個粉專叫二搜啦 他我不知道是真的 但是他已經截圖出來 他說柯文哲 keep promise後援會 這個發出一個訊息 要大家七一一六的遊行 要注意四項 第一項 阿伯如果出場就大聲為他尖叫 但記得這時候不要喊柯總統 因為阿伯在演講的過程中 適時要為他歡呼 那麼阿伯講完的當下我們在一起喊柯文哲總統動帥 露現了 這樣才會變成說是他的演講好 不是這一場是競選的場子 我不知道是真假 可是粉專 因為我是引用粉專的 對 他講說此段內容切勿外傳 自己人知道就好 所以我必須要講一件事情 所以他又是假裝一個正義遊行了 就如同他的演唱會是假裝是一個演唱會 所以我說這個遊行 我們不知道這個截圖是真是假 可是真的就像剛才國文哥 或是大家講的 現場來的人數很重要 因為這個萬能響應 結果誰幾個人到場 這是一番兩瞪眼的 所以七一六 基本上我們可以觀察 就是說到底民眾黨的數字 到底到場的人氣高不高 這其實是一個檢驗的 那你們科普總統都不敢打 對不對 他明明都是這樣子 然後吸納的都是你們藍營的票 結果你們還是依然沒有打顆 是有顆 我覺得因為現在還是要爭取一點藍白盒的空間 所以我覺得現在我們藍營的明代也好 是針對議題 司法改革或是居住正義 如果是議題我們一定殺到底 這一定沒有問題了 可是我們還是會保留一個 希望藍白一起合作的空間